哈喽大家好我是Donny Troy啊基本八字90秒啊以八字论八字 呃有位网友啊他跟我讲最近啊他有看到一个新闻就是说 一个载有14名乘客的客户车在山路那边染成车祸 结果呢呃造成七死亡然后七个呢就是呃送院急救当中 然后首先呢呃节哀顺变啊所有的呃不不幸的亡者 然后第二呢他就是说他问我这位文网友他就问我说 其实好像这种事情我们是可以从八字里面看得出来的嘛 啊所以他希望我能够就是做一个视频讲解一下呃关于我的看法那那么呢 我们今天就以八字来论八字我们不谈宗教不谈因果报应我们不谈啊怪力乱神 我们只纯粹以八字来论八字啊也不谈说呃技术层面就是说呃技术的问题等等啊 我们全部不谈只是以八字论八字啊这个非常重要要讲清楚啊不然的话呢会有一些误会就不好啊 那么呢以八字论八字一个人的八字他其实呢是可以影响到很多人的啊 因为八字是可以影响八字的比如讲这个事件一辆客户车 他的司机 对于司机来讲司机来讲这辆客户车是什么他的工作官 他的谋生工具财 他的专专业技能 实伤 对不对 对于乘客来讲这辆客户车 乘客来讲这辆客户车呢就是等于他们的硬 还有他们的笔节 对不对 因为生活者应销吗啊啊不好意思啊 对于啊不懂八字或者是不认识八字人呢是根本不知道我在讲什么东西的 但是呢对于懂八字或者或者有一些研究的人呢就知道我所讲的东西啊 所以呢 司机 必须 尤其是这种长途的超过五个钟头车程的啊目的地从甲去到乙的有五六个钟头这种长途的啊 特别是司机的话如果他当天 有破官破财或者是破时商的那么呢最好 就 不要去操作这台机器啊这是最好的那么呢如果 不能够控制司机的话因为我们根本不可能 每一个司机我们都跟他拿十身八字了然后再决定要不要承担嘛 所以我们就要看回自己 自己的是什么呢硬和笔笔节有没有啊被客 啊这个是我觉得 比较保险的方法 虽然说他不一定不是100%啊但是如果可以的话 啊就是说啊可能那个司机他的老板是懂八字的 那么呢当他的司机要出远程的时候 先看他的日期啊看看他的那一天是不是这个司机有出现 破财破官或者破时商的情况啊 再决定让不让这个司机去操作这一台 客户车那么呢其实呢是可以 啊某程度来讲可是他不是100%哦某程度来讲呢他是可以把 这个不幸的事情呢减低的啊又比如讲身为乘客的 我们身为乘客的我们要在出门的时候那些日期看看那一天 有没有破印或者是破笔节啊刻印刻笔节的那个啊 是不是那个日子如果是的话最好就是不要在那个 啊日期呢就是去旅游那个是比较保险的啊 虽然再说一次他不是100%但是某程度 上呢我觉得也能够多少会帮助啊会帮助 因为去旅游去那里都好你买票的时候是乘客自己决定的 而不是司机来决定的所以如果可以选择的话 如果有的选的话 为什么不去选对自己比较好的日期呢 对不对如果有的选择的话 那么如果你是说啊你不知道那一天你是不是会有这些情况出现的话 啊最简单的你可以找我我的微信是在这边就了啊 你可以找我我可以帮你算的 啊而且呢这种啊算呢我我是说可以跟你讲 随缘就好啊随缘就好啊没有说一个特定价钱 因为来来去去这不是批大运流年吗 这个只是批说啊我那一天我去这个地方这个日期可以吗 对不对这样的话我只是随缘就好了啊 所以以八字论八字再讲一遍啊重要的要再讲多一遍 我是以八字论八字来讲啊和我的看法 这个无关于宗教无关于因果报应 无关于啊任何的技术因为这台机器这台客车除了司机 还有这个乘客的话呢 还有呢就是维修 这个这一部车的技术人员啊 所以我技术人员我放一边 我只是最重要的就是当天的司机和乘客 我们我们当做这这部车是维修的没问题了的啊 我们就以这样的看法来看好吗 所以啊希望我的讲解能够啊为这一位网友啊 就是解答到这位网友的疑问啊啊 啊纯粹以八字论八字啊好吗 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